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是个年轻漂亮的妹子 身边有着几个经常在一起玩的私道 分别是女主的妹妹 还有眼睛妹和备胎男 这天呢女主打扮的美美的 和男朋友胡子哥来到电影院约会 不料中途胡子哥似乎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电影也没看完就拉着女主离开了电影院 不过这并不影响女主和胡子哥的感情 两人当晚就在车里做起了广播体操 不料体操结束后 胡子男居然迷晕了女主 女主醒来后发现自己正被绑在轮椅上 这时候胡子哥跟女主讲了一件奇怪的事 说他最近被一个恶魔盯上 而且只有和女生做广播体操 才能把恶魔转移给别人 更可怕的是 这个恶魔还可以变成任何人的模样追杀你 也只有被盯上的人才可以看见恶魔 被盯上之后如果被杀掉了 恶魔就会找到上一个被转移的人 然后一直这样杀个不停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女主就朝他们走了过来 胡子哥连忙推着女主把他送回了家 回到家里后女主的家人报了警 不料警察经过一番调查却发现 胡子男的身份证居然是假的 而且就连住处也是假的 几天之后女主收拾好心情 再次回到学校上课 不料在课堂上 他却看到恶魔向他走了过来 吓着他拿着东西拔腿就跑 走投无路的女主只好找到被贪男和妹妹帮忙 两人听完女主的哭诉之后 表示愿意帮助他渡过难关 晚上女主正和被贪男聊天 房子的玻璃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碎 被他男立马去叫妹妹报警 这时候恶魔再次出现 尴尬的是只有女主一人可以看见恶魔 其他人也看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奈之下女主只好跳窗骑车逃跑 好在女主的朋友们立马赶了过来 一起出现的还有女主家的邻居长发男 几人经过一番商量决定 前去找胡子哥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很快他们在胡子哥住过的房子里面 找到了一张照片通过照片中的校服 女主认出了胡子哥的学校 最后根据学校的信息 终于找到了胡子哥家的地址 胡子哥见到女主带了一帮人去找他 眼看瞒不住了 只好说出了事情真相 原来他当初在酒吧和一个陌生女孩发生了关系 从那以后就被恶魔给盯上了 而且这个女孩就是故事开始时 那个被杀的妹子 回家的路上长发男提出要帮助女主 还带着女主一行人来到了自己家的房子住 以防万一长发男还叫女主使用手枪保护自己 次日一行人正在海边享受温暖阳光的时候 恶魔突然出现 抓住女主的头发一顿打 女主拿出枪对着恶魔连开竖枪 却并没有什么软用 情急之下他只好开着车逃跑 可无奈女主车接太差 一不小心就发生了车祸 等到女主再次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当天晚上长发男不信邪 非要以身试法会会这恶魔 当即就和女主做起了广播体操 事后长发男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他认为恶魔什么的压根儿不存在 这天晚上女主在窗户边看到恶魔走进了长发男家里 随后他立马跑过去想要告诉长发男 不料等他赶到时长发男已经领了盒饭 长发男死后恶魔再一次把目标对准了女主 看到事情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女主和备胎男几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准备和恶魔决死战 他们来到小时候玩耍的游泳池 决定让女主把恶魔引到游泳池中 然后趁机垫死恶魔 准备好一切之后恶魔终于出现 可这恶魔的智商似乎出奇的高 不仅没有上当 反而还把导电的装置砸进了水里 吓得几人当时就懵逼了 好在关键时刻女主妹妹拿了一块布 朝着女主所指的恶魔所在的方向丢了过去 好让自己和备胎男都能看到恶魔的方位 然后备胎男看准时机对着恶魔一枪抱头 随后几人又把女主从游泳池里救了出来 再看看掉进水里的恶魔已经变成了一滩血水 恶魔就此被消灭 晚上备胎男终于如愿以偿和女主做起了广播体操 完成了人生中的一大目标 第二天两人手牵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后面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出现 究竟是人还是恶魔就不得而知了 女主对抗恶魔的故事就此结束 本片虽然是一部刷新下线的恐怖电影 但是小卡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作为当代有为青年一定要学会自尊自爱 不然就会像女主一样被传染上什么奇怪的东西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